下午的5点22分 2020年的12月29号 倒数第三天 马上要跨连了 你看这位街头艺人 每个礼拜一礼拜二都会来 他以前都在西门町 西门捷运站里边 有没有看这是台北的吉祥物 熊站台北的吉祥物 社长专门喜欢跟有福气的人在一起 就像这只熊站一样 有没有看到熊站是个吉祥物 台北的吉祥物 我们跟人与人之间交朋友做生意 要跟有缘人 也要跟有福气的人在一起 我从来不跟温神在一起 而且我也不跟穷官党在一起 穷人我连正眼都懒得乔他一眼 不自立自强 不努力断钱 还在那边腰掰 想吃人喝人吭人 想跟人家聊天 他想碰我一下 我就要叫滚 滚在一边去 这是穷人 对不对 我住在的机构是穷官党 我从来不跟那些人讲一句话 因为那些是穷人 对不对 一点感情都没有 他也不会请你 只有你请他们的份 这个也不热情 人除了要热情要有善良的心 还要有回馈的心 也不懂得回馈两个字 这种人是天下最无情的人 在我们那边满街都是 千万要注意了 烟董社长还是有情有义的 干董事长干了一杯子的董事长 现在虽然已经完没有了 但别人还是履育我叫烟董 绝对不能闹亏 那社长在回家的路途上 五点半以前要赶回去 好 这就是台北观察在原山花博 街头艺人很可怜 在里面演唱那个年纪那么大了